看看新闻网 访谈一开始孙宁就证实了姐弟类的存在 之所以抛出这个话题 原因就在于孙宁今年三月被媒体曝光的一段新恋情 在前夫王学斌承认有小年有后不久 孙宁在机场被媒体拍到 与一名戴墨镜的年轻男子同行 并且党众牵手 孙宁的新男友名叫郭小然 1983年出生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 虽然他比1978年生的孙宁小了整整五岁 而前夫王学斌却比他大了整整七岁 这段跨越式的回应官转变背后另有印尽啊 王学斌和孙宁的姻缘在2012年亮起红灯 王学斌净身出乎的那一刻 两人的感情也宣告彻底结束 而孙宁也毫不留情的放料称 实在难以认受王学斌的许久恶习 我很受不了男人有不良嗜好 喝大酒啊或者是差不多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的那种 男人那种不太好的习惯吧 小卓一情大卓伤身 更何况王学斌沉迷于酒场之中 这一点和王学斌合作多年的徐晋雷也是神物痛绝 男人好好拍戏了都在喝酒 有一天我那个一上我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戏 那个公共汽车很大 但是我在没上门之前 没进门之前就已经闻到 都是那种骨天改地的那个酒气 此前据知情人士发料 在孙宁和王学斌准备怀孕期间 王学斌每天外出聚会喝酒 支持孙宁的报备计划一拖再拖 如今两人离婚已经有一年多 一切的传闻和是非都已过去 曾经的情分更是断得然干净净 现在你可以对这件事情释怀了对吧 当然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彻底放下了 就是放得很彻底了 现在双方还会有一些联系吗 没有说像家人一样的 没有没有 娱乐新年帝综合报导 孙宇生有些事既然已经过去了 还是让他彻彻底底都过去吧 不要再提起了对不对 分手意识朋友嘛 是的 谢谢大家